因为分神无双节目出道 后来模仿蛋黄哥爆红的艺人山珠陈静甫 惊传在4月15日猝事 享年38岁 为娱乐圈抛下震撼弹 家属稍早发声明悲痛证实 山珠因为上周感冒没有痊愈 书院诊断为肺炎 后来并发败血性休克去世 山珠爸爸证实白发人送黑发人 亲友震惊哀痛 目前不打算替儿子举办告别式 另一方面 家属向媒体发布了538字声明 说明山珠此事始末 山珠体重大约100公斤 心脏装有支架 据报道 山珠爸爸表示 他是休克 跟之前身体不好都有关系 山珠过去长期都有健康问题 没想到人生在38岁止步 他2012年发现罹患红斑性狼肠 还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都要靠药物治疗 原本他一直觉得打呼很正常 但因为实在太大声 接受检查后才知道 一个晚上竟会断气19次 情况相当严重 他曾自嘲 我解锁了好多不该有的成就了 包括心肌梗塞 高血压 心悸 为食道逆流 晚上尿 尿 肥胖 记忆力差 白天精神不济 注意力不集中 恶号传出后 网友涌入山珠的粉丝团留言哀悼 想念你的蛋黄歌呀 谢谢你曾经带给世界的欢笑与美好 一路好走 大家的开心过 家属表示 山珠看待生死非常豁达 先前也因病急发生 身后事也已交代亲友 在家属的声明中 提到山珠看待生死非常豁达 先前也因病急发生 身后事也已交代亲友 因为他确实早就在疾病产生时 向妈妈交代一言 他住院时医院曾发出病危通知 当时就跟妈妈交代 如果我不小心怎么样 户头的钱拿去用 留一些钱办我的丧事 其他的钱拿去过生活 他当时担心自己过不了这关 甚至觉得大陷将至 没想到他虽然顺利康复出院 却还是没能摆头病魔 最终人生在38岁画下句点 山珠陈俊甫从综艺节目分神无双出道 在圈中努力奋斗的他 也吸引了不少支持他的观众 经纪人也出面证实了恶好 他提到山珠被父亲紧急送往医院 最后人告不至 经纪人透露 夺知这个消息时感到不敢相信 因为几天前他们还通了电话 山珠还跟他抱怨 起车摔倒后脚伤的情况 他还要求山珠一定要治好脚伤 否则不会安排他工作 他表示自己帮山珠接了一部戏 角色需要减肥 是一个很励志的角色 但山珠不愿减肥 我帮他接到一档戏 角色是要减肥 很励志的那种角色 但是他跟我说他不要减肥 山珠的前经纪人闪亮亮听闻消息哭到气不成声 数度讲不出话来 我叫你赶快减肥 你就不听 透露山珠前几天还特地跟他道歉 谈及过往的事情 如今两人虽然也没有合作关系 但闪亮亮仍偶尔会帮他接工作 好交情由此可知 经纪人心痛地表示 他们之前曾因为减肥问题吵过架 他希望山珠能够减肥 但山珠不愿意 甚至会对他大吼 我都是为他好 跟他说体重下来 身体比较轻松 没有负担 他提到 山珠因患有红斑性狼疮而情绪低落 对生命失去了信心 甚至产生了等死的念头 他曾经责备过山珠 甚为别人患癌都战斗至最后一口气 不该那么轻易就放弃 但是他觉得就算瘦了 并也不会好 此外他还提到 他前几天有跟我道歉 说我之前都是为他好 他有反省是他不会想诱览 他觉得我是真心在为他好 也帮他接很多很棒的戏剧节目等工作 跟我道歉 闪亮亮表示实在太突然 不想相信是真的 我难过万分不舍 人生真的太无常了 我的山珠我爱你 谢谢你带给我们大家的开心美好 现在不会再有身体病痛了 路好走 消息传出后 曾与他一同在综艺节目分神无双演出的前辈许孝顺 就发文悼念兄弟收工 已经无病无痛了 与山珠搭档过的一响也挨痛发文 先给家人一点空间 至于曾和山珠是好麻吉 却已闹翻的卡顾 则向媒体表示 希望他一路好走 许孝顺发文哀悼说 害兄弟收工 已经无病无痛了 同时晒出两人去年9月9日最后一次见面的照片 回忆当时山珠即便踩着蹒跚的步履 也要为大家的欢乐尽心尽力 许孝顺文莫喊话 一路顺行到来生还有机会 在一起搞笑 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不舍 而与山珠同期出道 曾因同样北上打盘且合租房子 而培养出革命情感的卡顾 后来因与山珠个性不合 渐行渐远 虽曾在节目中和解 但人屡次传出闹翻 根据三立新闻网报道 经山珠逝世的消息传出后 卡顾证实自己真的很久没跟山珠联络 并表示 如果是真的 那希望他一路好走 傍晚卡顾则在在脸书沉痛发文 他表示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 但是从知道消息到现在 思绪与情绪非常混乱 脑袋也一片空白 我知道该要把恩怨放下 只是一时之间也许没办法 但也坦言内心空了一大块 很难过也留下很多遗憾 并再度表示希望山珠一路好走 多年好友 易翔在脸书贴出影片 透露自己是在周日得知山珠住进加护病房 一早接到山珠子子的通知 便找了过去分神无双的班底好友 一起去看山珠最后一面 真诚友情令人动容 易翔在影片中虽尽力保持微笑 但仍忍不住数度哽咽 他回忆和山珠已经认识十几年 两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从来不会有任何心机 在我人生很低落的时候 他也开导我很多 陪我讲好几个小时的电话 他感伤表示 之前曾和山珠开玩笑 以后你走了 我一定不会哭 我会大笑 但是我输了 我其实一直哭 因为我真的很难过 最后更向山珠喊话 希望你一切都好 在天上没有冰痛 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带欢乐给大家 我们天家再相见 山珠在各节目中以模仿演出为主 过去他模仿过不少艺人 包括杨宗伟 李慎杰 肖敬腾 胡瓜 阿渡 肖黄奇 张学友等等 其中扮演淡黄歌一角而广为人知 山珠从2010年在明星艺能学员 与全民最大档节目中短暂演出 同年底加入陈颖传播 成为综艺节目分神无双幕后工作人员 一年兼任固定班地 同年再成为旗下艺人 并在该节目演出至今 节目上以模仿演出为主 节目上模仿杨宗伟 李慎杰 肖敬腾 胡瓜 阿渡 肖黄奇 张学友 赖世雄 电影应问主角 隔壁老王等角色 其他模仿包括季俊瓦 李宗盛等 2014年夏天 在分神无双多次模仿左左右右的角色 搓搓油油 2015年初以此角色在综艺大热门演出 2015年8月底 因为在分神节目上模仿蛋黄哥开始 童年在网路娱乐影音平台酷桥的节目上 模仿迪士尼电影《脑筋急转弯》里的角色悠悠 还有网路影片上模仿车子上的 美国游戏实况主Angra Park的影片 均于网路上分传 并在各大综艺节目中演出 并因此开始广为人所认识 山珠日前才上年代聚焦2.0聊健康 每位专家都建议她减重 因为她有非常多疾病和隐患 都是体重超标引起 山珠在节目中提到 自己家族有糖尿病史 目前减错血糖值还可以 但医生看到她小腿大面积黑青 立刻提醒她 这是血液循环不良的征兆 一定要马上减重 不然之后也有很高的几率得到糖尿病 更可怕的是 山珠在聊自己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时 医生发现她睡一个小时断气19次 等于睡几个小时还要沉以背数 一晚上睡下来可能上百次 山珠自己算了都吓到 其实相当危险 而自从先前拍摄的八点档杀青后 山珠就鲜少出现在荧光幕前 但仍不时会在社群与粉丝互动 人以为她只是专心养病 没想到近日却传出猝室消息 有消息指出她因感冒引起休克 消息在有人情组间传开 令许多人震惊不已 随后山珠父亲也证实 15日早上10点58纷纷走的 当时我们都还在医院 她是休克 跟之前身体不好都有关系 就让她好好地走吧 我们不会帮她办告别事 身在演艺圈工作 让她能够发挥自己所长 带给人欢笑 就是她赋予自己这项职业 最大的意义 请观众朋友记得她带来的欢乐 同时也希望媒体朋友 能给家人多一些空间 让家人能够平静圆满 也祝山珠一路走好 在天堂再无病痛 请不吝点赞订阅